是人辣椒,是妈辣椒,是牛辣椒,不是几乎吃 据老太遇上了大难题,一路心酸,一路累 不是都怪贵女死的,不牛不安 六年五才觉,公平为何来的如此艰难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火车是个啥东西 各位好,这里是金车说法,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节目开始之前,先请您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火车到底算不算是机动车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的反应 第一,会给我肯定的答案 第二,会质疑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智力水平 但是,南京市的劳动部门一直在坚持 火车不是机动车 面对着这样一个突然的,莫名其妙的结论 一个老人伤心不已 因为这样的一个结论将直接影响到 如何定性他女儿的死亡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交叉 老人名叫高荣梅,今年72岁了 6年前的2004年4月21日傍晚 高荣梅老人在等女儿下班回家 当年42岁的女儿是南京铁路部门的一名餐厅职工 正常的话,晚上6点左右就应该到家了 可那天,女儿迟迟未归 晚上10点多钟,噩耗传来 当时她走这个路的时候 可能下了这个路纪 被那个火车扶着吧 可能是撞了药了 老人的家里南京火车站只有几百米远 女儿是在横穿南京火车站内 一段铁路时被侧面开过来的火车撞上的 并当场死亡 高荣梅老人祖籍山东 40多年前和老伴一起来到了南京 13年前老伴掀他而去 已经结婚的女儿怕老人孤单 将老人接了过来和他一起住 每天傍晚下班的时候 老人都会趴在窗口向远处张望 因为那是女儿回家的路 可现在女儿永远也不可能回来了 忍住悲痛将女儿安葬之后 高中美老人觉得事情不能就这样结束了 老人认为女儿被火车撞死了 应该有人负责 可根据铁路部门当时的规定 被火车撞死的最高只能赔偿300元 老人和家人想到了另一个渠道 我国工商保险条例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 只要不是因为犯罪或者自残自杀导致的 都可以享受工商待遇 高中美老人和家人认为 女儿正是在下班途中被火车撞死的 虽然横船铁路部队 可也应该算工商 按规定可以获得十来万元的补助金 这多多少少可以给老人一个安慰 可女儿单位并不这么看 老人女儿上班的地方位于南京市郊区 离家二三十公里远 正常情况下下班后到达南京火车站的时间 大约是晚上六点左右 可出事当天老人女儿到达南京站的时间 是晚上十点左右 单位说这超出了正常的下班时间 另外老人女儿回家的路线也有问题 单位认为老人的女儿到达南京火车站后 正常的回家路线应该从出站口出来再回家 可当天老人的女儿没有出站 而是为了抄近路横穿铁路 想从铁路护栏的缺口钻出去回家 结果被火车撞了 单位认为老人女儿下班的时间和回家的路线都不正常 不能认定为下班途中 因此不能算工伤 他没有做第一班车 没赶伤 第一班车没赶伤 我做第二班车很正常 很合情合理 老人和家人解释说 女儿当天之所以没有准时下班 主要是由于当时手里有点事 而横穿铁路钻户栏虽然不对 可能也是为了回家 老人和家人认为 不能因为女儿错过了第一趟铁路班车 抄了近路 就否认是在上下班途中处的事 而单位仍然坚持拒绝工伤认定 这让老人伤心不已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常凯教授 常老师如果单位说不在正常的下班时间 没有按照正常的下班线路行走 所以就不算工伤 这个道理能不能成立 通常情况下 如果在通常我们大家一般走的这条线路都应该算的 而且在上下班途中 在这个时段当中 这都应该考虑是算的 但是你要具体到 五点到五点半 必须这段 六点就不算了 这恐怕就不够合理 因为会有无数特殊的情况出现 这块出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 我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这是没有办法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描述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人们的一种选择 而不是我故意去绕道 我去办私事去 我这绕很远 跟上下班的途中 没有直接关系的 他都应该是考虑到属于上下班途中的 因为在和单位交涉的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结果 所以高中美老人就找到了南京市的劳动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也明确的说到 在上下班的时间的问题上 线路的问题上 他们没有什么异议 不过他们提出了一个 更加让老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 目前为止 我们所掌握的任何资料 没有哪一个法律规定 比如雅登床 飞机 它都不属于机动车装 南京劳动部门说 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伤害 当然可以认定为工伤 可问题在于 老人女儿不是被机动车撞的 而是被火车撞的 火车不是机动车 为此 南京市劳动部门拿出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上面写着 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的轮式车辆 他这里面告诉我们 哪里是属于这个机动车 这个机动车在行驶在什么地方 火车是不能在街道里面行驶的 那是 南京市劳动部门认为 火车是在铁轨上行驶的 不是在道路上行驶 不是法律定义上的机动车 因此 高中美老人的女儿不能享受工伤的待遇 高中美老人退休前也是一名铁路职工 和火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南京市劳动部门这个 火车不是机动车的说法 让他有点懵 火车不是机动车 那是什么车呢 老人的儿子查询了现代汉语词典 高中美代表机动车 利用机器开动的就是机动车 记者也查阅了相关的资料 火车最早是靠蒸汽机驱动的 后来发展到烧油的内燃机 而现在大多靠电力驱动 也就是说火车一直是靠机械力来驱动的 根据现在汉语词典里的解释 火车应当属于机动车 那么在常人的眼里 火车到底是不是机动车呢 记者在南京火车站询问了20多人 包括多名乘客和列车员 所有人都回答火车是机动车 甚至包括一名年仅6岁的小姑娘 既然如此 那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对机动车的定义 为什么没有涉及到火车呢 通过仔细揣摩 高中美老人和家人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原来道路交通安全法 是针对道路交通制定的 它里面机动车的定义 当然不会涉及到轨道上行驶的火车 这个作为这个社保呢 它把这个火车排除在这个机动车子外 我认为呢 它没有依据 既然如此 那南京市劳动部门 怎么会用管道路的法 来管轨道上出的事呢 南京市劳动部门解释说 火车本应属铁路法管 可铁路法同样没有对火车 是不是机动车做出界定 这样以来 火车是不是机动车 两部法律都没有涉及 成了法律盲点 可遇到了问题 他们劳动部门又不能不面对 劳动部1997年 这个公共保障事情办法 以及一些其他的解释 都是用道交法 现在道交法 就原来老的公共保障办法 是吧 是用那个道交法来解释 也是用交通法 南京市劳动部门说 火车是不是机动车 在相关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 他们只好依据原来的工作惯例 引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机动车的这个定义 做出了火车不是机动车 高中美老人的女儿不是工商的结论 高中美老人和家人认为 火车是机动车 这是一个正常人都应该知道的常识 就算工商保险条例和有关法律 对此并不明确 南京市劳动部门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精神 予以认定 但南京市劳动部门表示 他们这样做也是无奈 南京市劳动部门说 现行的工商保险条例出台已经六年多了 可对火车是不是机动车等具体问题 并没有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们对机动车随意定义也不对 他们只能这样 新的工商保险条例里面 对机动车并没有明确的描述 而南京的劳动主管部门 他们说 他们按照自己的惯例 一般是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来界定 什么是机动车 这种界定的方法是否妥当 这里边有个适用法律的问题 那么机动车是一个大概念 还可以分为道路机动车和轨道机动车 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话 它指的仅仅是道路机动车 它没有包括轨道机动车 但是我们工商保险法并没有限定 这种事故只能是道路机动车 它仅仅提的是机动车 所以用道路机动车来涵盖整个机动车 显然是不准确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这几年在上下班的过程当中 职工被火车撞死或者是撞伤的案例 并不少见 我们来了解一下 04年6月 四川省成都市的清洁工 但秀英在上班的途中被火车撞伤 04年6月 上海市虹口区职工赵某 在下班的途中被火车撞死 07年的3月 辽宁省沈阳市的矿工刘某 在上班途中被火车撞死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起事故 最初当地的劳动主管部门 也以火车不是机动车为由 拒绝认定是工伤 但是在法院进行判断的时候 他们认为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来判定 火车是不是机动车 适用法律不当 并且最终认定这几名职工都是工伤 因为有了前面的这些判例 所以高隆美老人对于自己的女儿 最终死亡性质的认定还是充满信心的 没想到 他接下来要走的这条路会如此的漫长 长达五年之久 驳回 驳回还是驳回 雷若的老人被一次次中击 他能否坚持到底 火车是个啥东西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13年前老伴走了 没想到如今陪伴老人的女儿又死于非命 现在这座房子里只剩下高隆美老人一个人了 以后的路只有老人一个人孤独的走下去了 老人说 在以后的路上自己没有过多的想法 只是希望能够为女儿讨一个公道 我不喜欢好像为了我闺女这个事情 我是要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值得我闺女死的 不命不安 不命不安的就这样都拉倒 2005年4月 高隆美向原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出行政服役 要求认定女儿的死为工商 原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仍然以火车不是机动车为由 驳回老人的请求 2005年8月 高隆美老人向江苏省南京市白夏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认定女儿的死为工商 白夏区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 2006年1月 高隆美老人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审驳回 2007年1月 高隆美老人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2008年年初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 历时四年 经历一次行政服役 一审二审再审 高隆美老人没有讨到任何说法 四年四次裁决都是驳回 家人说 每次被驳回老人都要受到一次打击 一连四次的打击让老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他们曾劝老人放弃 好好的安度晚年 可老人说 这样的结果让他的晚年如何能安心 2010年初 老人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这一次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那么因为工商保险条例 它和道路钻通安全法 它所调整的领域是不同的 范围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工商保险条例 这个立法的目的 那么立法的意图 或者是法律的原则来精神来看 那么结合这个 这个词语的日常的这个语言文字的含义 我们觉得应该 应该对机动车做通常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解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对工商保险条例中 机动车的理解应当符合普通大众的认识 它不仅包括道路上行驶的车辆 还应该包括轨道交通中的火车轻轨 等符合机动车技术特征的交通工具 南京市劳动部门和两级法院 沿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机动车的定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应当予以纠正 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 机动车这么一个线索性的解释 含义的解释 那么把工商保险条例当中 机动车的火车把它排除在外 什么才恰当 2010年6月12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撤销了南京市两级法院和劳动部门的多份裁决 责令南京市劳动部门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 对高中美老人的女儿做出工商镇定 6年奔波 5次裁决 高中美老人终于给女儿讨到了一个说法 我们看到老人的诉讼 5年 从基层法院一直开始 走走走 最后居然要到江苏省高院 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解读这个案件 张老师 就是常识性逻辑性判断 汽车创人了可以算 火车创人就不能算 谁都不能接受 另外你再考虑到 就是工人他一旦出现这个事故以后的话 他不但是生命和健康 而且整个家庭的话 一个很大的一种灾难 我们得考虑他怎么去解决 怎么样能够更合适的 更公平的 更公正的去处理 如果能够从劳动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能够以普通公众的常识来判断问题 可能高荣美老人所经历的这个心酸故事 就不会发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长老蔡先生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今天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